再一个 满清的皮埃口摔碎了 还有腾司令 您花钱续修 让我们呀 太惭愧了 老爷 客人来啦 腾司令 欢迎欢迎啊 腾司令 欢迎欢迎 牧公 您客气了 这次来的匆忙 没带什么礼物 带了一瓶江城陈酿 今天跟您和光耀兄 好好喝一杯 好 来 请坐 请 坐 坐 来 今天请谭司令到家里来做客 一呢 是敬下地主之仪 二呢 是感谢谭司令对小女的观战 是啊 谭司令 晚清的平安寇摔碎了 还要谭司令您花钱续修 让我们呀 太惭愧了 主要是我这个做母亲的呀 想得不周到 沐夫人 这点小事您不用放在心上 其实呢 以咱们的交情啊 如果不是我摔碎了 我还真不用替你付钱 这个平安寇是我打碎的 我出钱修复 本来就是应该的 沐小姐不怪罪我 我就已经很感激了 谭不上什么照顾她 这么一个小小的平安寇 好 谭司令都能打碎啊 那也太巧了吧 确实是巧啊 当时我正在陪双二逛七宝老街 正好遇见了沐小姐 那你们是在哪里碰到的呀 我们是在七宝老街 她一看到我 就来拉我 一不小心就打碎了 蛮青啊 我想一定是你走多不小心 撞到谭司令了 对不对 还真不是 是我上去拉住沐小姐 可能动作有些粗鲁 才把平安寇打碎的 这个平安寇是谭司令打碎的 所以她才掏钱替我修补 我说句不该讲的话呀 谭司令 你说 你跟什么双小姐在大街上 我家婉青 怎么着 也是名门淑女啊 不大好吧 这个 对了 到底出什么事了那天 她是怕光耀哥知道她在逛街 这个 她就跟我谈公事 我又不想和她谈 你别跟她说 在这儿朋友了 其实 其实我是不想让沐小姐 告诉光耀兄 在七宝老街遇见我 光耀兄 实在抱歉 是我骗了你 当时我没跟飞檐盾去喝酒 我是必须要陪双儿去逛街 所以 看来谭司令为了不和我谈公事 还真是煞费苦行 光耀兄 我自罚一杯 想不到还有这么一段故事 就是 不过 还是要感谢谭司令 对小女的关照 来 我们今天多喝几杯 那就陪沐公一醉方休了 干 干